你现在是不是正带着期待、期盼、渴望的心情撰写着你的未来脚本? 这也许是你现在所犯的最大错误。 它将永远停留在未来,永远不会成为你现在的现实。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这样你就可以学习如何利用吸引力的能量来显化获得你想要的。 但在开始之前,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Jessica,在这个频道里面我会利用我所学到的吸引力法学知识帮助你一起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吸引力法则。 我想用它来显化自己的未来。 很多人也会用写下来的方式显化梦想。 我想显化ABC。 这意味着ABC这件事情应该在未来发生。 又比如,我想实现ABC这个目标。 简而言之,我们都是在畅想未来,想象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把它写下来。 想象未来我会怎么说话,想象未来我会怎么想。 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那么现在呢? 因为时间不是线性的。 如果你知道量子物理学,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多维度的存在。 我们所谓的现在,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不会深入探讨这方面的科学, 但只是从一个非常基础的层面来理解。 我们应该如何真正地显化我们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 显化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假设说你现在处于某个振动频率里, 那么宇宙就会让你见证,让你看到,让你感受到, 和这种振动频率相匹配的现实。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那里想, 我想在未来变得富有, 我想要成为百万富温, 那么你就是把那种富有的感觉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放在了未来,而不是现在。 如果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现在, 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想在未来,就代表现在他不在这里。 现在他不在这里就意味着, 现在的这里缺少他。 你渴望他,因为你觉得, 当你有了他,你会变得更快乐。 换而言之, 你在不断地表达说, 我还不满意我的生活, 我现在还不快乐, 我想要的在这一刻还没有实现。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 在当下的这一刻, 没有富足, 没有爱, 猜猜, 我们将显化的又是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振动频率, 所以, 在接下来的现实, 在接下来的未来, 你会继续看到, 不足, 匮乏。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来编写, 显化脚本呢? 所以, 你要注意的, 你要感受的, 是当下, 是现在。 如果你看一下周围, 你会发现, 大多数的人, 要么在过去, 要么在未来。 甚至就在此时此刻, 当你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你可能还停留在过去, 因为你正在思考, 我三十秒前, 曾经说过的话。 那依然, 已经是过去了, 而显化, 发生在, 现在。 你此刻的想法, 你当下的感受, 你现在的行为, 需要和你想要, 在你生活中显化的, 吸引的事物, 相匹配。 所以, 你的感觉就是你的频率, 然后, 你自然, 会在你的眼前看到, 你想要的, 那个现实。 它就像是一个魔术一样, 发生了。 因为, 这是, 吸引力法则。 那么, 这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你需要让自己, 从此时此刻开始, 就去享受, 去感受, 那种满足感, 而不是仅仅在你达到目标的时候。 也许, 你听到人们说, 当我得到它的时候, 我就会快乐。 当我实现它的时候, 我就会快乐。 但实际上, 我们很难从那样的想法中, 显化出我们想要的, 因为它表达的是匮乏。 而最好的显化方式则是, 如果你现在, 想要显化爱, 那你现在就让自己, 无时无刻的, 都感受到爱。 当你写下, 爱的脚本时, 它就是在写, 记录, 你现在的感受, 你现在, 得到的爱。 如果, 你想要财富和富足, 你现在需要, 让自己感受到, 那种富足的感觉。 在你写下了, 我很有钱, 我现在, 很富有。 我正在这样做, 我现在, 就要买这个。 你所说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就好像, 一切, 都是现在, 此时此刻。 你每时每刻, 都能感受到, 它的存在。 大多数人, 不能真正显化的最大问题, 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不明白, 你不是在显化你想要的, 因为你想要的, 正是你缺乏的。 而是说, 你表现出, 你感受出, 你是什么, 才是你真正显化的。 更大的问题则是, 我们总是常常, 把我们的时间分段。 我们会早上, 做一个早晨仪式, 完全地利用心理法则, 练习20分钟到一个小时。 但接下来呢, 剩下的时间呢, 你是不是又回到了匮乏的状态? 你只是在早上, 做哪些肯定句吗? 说着我很富有, 我是爱, 我很成功。 那么在接下来的23个小时里呢, 你去商店里面买东西, 你说, 这太贵了, 我没钱。 看到别人在一起, 你说, 我不够好。 消极想法不断地, 在你的脑海里出现, 显化一直发生在当下。 记住, 提醒自己, 活在当下, 时刻注意, 你在想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正在做什么样的行为。 确保, 你的现在和你的未来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这个视频让你更了解, 更明白, 提醒一些关于心理法则和显化的原则, 请你点击喜欢点赞。 也欢迎你在下面评论区发表评论, 告诉我, 你对提醒大家如何活在当下, 有什么样的小建议, 小撇步呢? 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 把它发送给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们的未来被现在所影响, 提醒他们, 活在当下, 注意当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